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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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看這人開的房間啊 黃金冰天來個厲害的法國 EV1 那麼我們進來玩笑啊 他說要來個厲害的 你不是厲害的法國呢 你不要進來對吧 那麼我們這個法國呢 也不是特別厲害 只費一點點 只能進來跟大家切磋切磋 這個對手呢 反正呢 很囂張 打的後面呢 我才反應過來了 這個對手是誰呢 這個對手呢 就是 有些粉絲估計也了解 這個對手呢 就是上次 上個禮拜吧 上上個禮拜 我發過一些視頻 跟那個對手打的 就是說你不行你不行 被我打了5比0的對吧 打那個鄉村的 不知道粉絲們還有沒有印象啊 他就是那個不行哥對吧 他反正呢 我記得上次跟他打那個鄉村 他起的房間名字也非常囂張啊 叫什麼 來一個人把我打推網 對吧 打推油 結果呢被我打了5比0 他還一直嘴硬 一直在那裡叫囂對吧 所以說 當時我還不知道是啥 跟他打了一兩盤以後 他就瘋狂的找借口 反正他輸了以後呢 他就瘋狂的找借口 我這裡沒打好 那裡沒打好 我記得以前跟他打那個鄉村的時候 他就說 我贏了他說 你這個分明不行了對吧 然後什麼什麼不行了對吧 反正這個對手呢 我覺得非常囂張啊 而且你看他這一次 他又起了一個傲慢之隊的房名 叫來個厲害的法國 當時跟他打的第一盤呢 我還不知道是他 打到後面第二盤第三盤的時候呢 我才想到了 這個對手有一點印象 就是那個借口哥 不行哥對吧 那麼既然這個又被我撞見了 那麼我們只能再跟他玩幾盤啊 而且這一盤呢 他開的是黃金冰天 你看蜘蛛要咬我的腳 甩個地毛 騙他一個蜘蛛啊 直接把蜘蛛整死了 這個上面呢 有一個關站的 這個關站的呢 好像是他小弟啊 反正呢 盤盤一進來 那個關站的都在上面看了 好像是他的小弟對吧 這個人帶了個小弟在上面看他表演 這個黃金冰天呢 肯定是不能搶中的吧 因為中間沒什麼框對吧 然後這個關站呢 就打字了對吧 他說呢 燈火不會上素材的吧 這怎麼你就發現要上素材的呢 他估計看到我這個發展呢 跟平常的對手不一樣對吧 因為這個他的小弟啊 在上面看他的大哥表演了好多盤啊 估計是看他表演了好多盤 然後我一進來 看到我的發展挺快的 他的小弟就說了 有可能要上素材了 然後我們先走到下面來啊 先壓制一下他 為什麼呢 因為他出了很多牛啊 我發現他造的牛車比我還要多 我只造了三個牛 中宮裡面出了三個牛 然後造了幾個匡場對吧 他中宮裡面好像造了四個牛 還是五個牛 所以說呢他的坦克沒有多 但是牛車數量要比我多啊 這個黃金冰天呢 是最考驗基本功的 因為這個黃金冰天呢 比較靠發展分兵 還有這個大局關還有思路對吧 所以說這張地圖呢 是最考驗這個基本功的地圖啊 中間沒有彩色框對吧 你搶中也搶不了 然後呢 他現在這個坦克數量慢慢補給上來了 因為他的牛車多 他前面多出了一個牛 然後直接造了三中宮 我們才兩中對吧 所以說現在我這個坦克數量呢 跟他差不多 他要打到我們家裡來 我們直接手裡有大炮啊 根本不慌 過來我就甩大炮 然後呢 出一個飛機 直接把他的防空先給他炸掉 因為他出門不帶閃呢 就一個防空 飛機一炸把他炸掉了對吧 他那個防空好像是殘血的 被我的坦克打了一槍的 殘血的飛機一炮就炸死了 然後飛行兵呢 直接把他趕回去 現在呢 他發展速度的稍微比我快一點點 因為他的牛車出的多 現在他三片框三中宮 我們才兩中對吧 然後飛行兵過來 你看他很聰明哦 在那個鍋蓋後面藏了一個防空炮對吧 現在我們這個坦克呢 沒有他多 我們就打壓制 給他逛花園對吧 逛來逛去 然後在這裡擺一個大炮 我們是法國的話呢 到了後期啊 他會出鐵幕 你看他出了高科技對吧 他會出鐵幕 我們光靠這個小飛熊呢 肯定打不贏他的犀牛坦克 所以說法國的精髓呢 到了後期就是要出基地車 基地車越多呢 發展越快 造東西越快對吧 然後現在我們兵分兩路啊 延緩一下他這個進攻的節奏 直接呢出個維修場 準備造基地車 等一下我造了基地車呢 我的坦克就更少了對吧 但是我們是法國 我們靠坦克沒什麼用的 到了後期呢 我們就是靠巨炮 飛行兵還有基地車 完成砲海了 然後出了一個基地 先把基地拖到右上角去 你看他鐵幕出來的對吧 鐵幕出來了 我們直接把這個基地派過來 然後他的小弟又打字了 這個發展速度好像真是來打蔬材的唷 他在跟他的大哥說對吧 他說我有可能是打蔬材的 叫他小心一點 好像他那個小弟的 好像還是我的粉絲 他的名字好像叫什麼 掐著什麼什麼的頭對吧 然後我們先把他趕回去 在這裡擺一個大炮 這個時候呢 我們的坦克已經完全沒有他多了 因為我造了基地車 造了基地車 造了很多飛行兵 還造了巨炮 我這個坦克肯定沒有他多 然後這個時候呢 他開始造基洛夫來進攻了對吧 我們坦克少沒關係 坦克少呢 準備打暈回 然後我想把基地拖過來 你看他反應還是很快的 我想把基地拖到那個下面 對吧 直接一個大炮打掉他的庭目 他分了一波坦克 提前把我基地整掉了 但是沒關係啊 我們現在家裡還有兩三個基地 而且來我偷偷摸摸 拖了一個基地到那個 左中第二層了 然後他開始造基洛夫 看到沒有 造了兩三個基洛夫 我們開始出防空炮 他造了四個基洛夫 我們就造防空炮防守 我把基地拖到這裡來對吧 提前開發兩三片礦學 然後呢 你看基洛夫炸我們 我們趕快賣東西 現在沒有電了 沒有電沒關係 等一下補個電場就有電了 我這個坦克呢 肯定是打不死他 但是我們的坦克呢 就是打一個游擊戰 敵進我退對吧 敵住我老 敵皮我打 敵退我追 我們就跟你打游擊戰 然後這個時候呢 他現在坦克明顯有優勢 要打我右上角 我這個右上角沒關係 給你打 你操鐵幕也沒用 我們這個巨炮呢 非常多 然後把所有坦克呢 全部掉到這個左下角來 反正呢 我家裡有巨炮 你打我家我不防守 防守的話容易被動啊 你打我家呢 我就直接打到你家裡來 你看到沒有 所有坦克直接往他家裡衝 反正我家裡有巨炮 有飛行兵防守 然後這個時候卡住了 他那個小弟呢 好像掉線了對吧 他那個小弟離開遊戲了 然後我們管快直接衝過來 在這裡再擺一個礦場 所以說呢 他這個進攻啊 看上去很兇 其實呢 他沒有打到我什麼主要的點啊 我下面還得採礦 經濟非常好 然後我跟他換家呢 他坦克在進攻我家對吧 家裡比較空虛 所以說呢 他家裡就造資助 鑽我的坦克 鑽了我的坦克 無所謂 我所有的坦克直接衝到你家裡來 打你的鐵幕 打你的高科技 這樣的話呢 他的鐵幕沒了 就跟手不住了 對吧 我們現在已經發展起來了 你衝到我家 我們在家裡再擺一個大炮 這樣的話呢 他基本上就大勢已去了 對吧 這坦克一送完 他就起不來了 而且呢 我們現在搶到了這個左下角的礦 等一下延伸到中間去 再把中間的礦一搶 他就更沒得完了 他家裡沒什麼礦了 右上角的礦呢 也是我的對吧 等一下我拖個基地過去 就可以把右上角的礦給他守住 他沒有礦踩了以後呢 把基地拖到我家裡來 你看到沒有 想踩我的礦喔 拖到這個左下角來 然後呢 他造了很多很多的蜘蛛 這個蜘蛛沒什麼用的 這個法國到了後期啊 坦克都要不要都無所謂 我們繼續造基地啊 你看我又點了很多基地啊 點了七八個基地 然後呢 我們的坦克停在這個礦上面 停在礦上面呢 他的蜘蛛就不好鑽了 你看這麼多坦克只抓了我四五個 這麼多蜘蛛就抓了我四五個坦克 我這個坦克呢 不要造多了 就造個四五個 干擾一下對吧 就一定要奉行那個 游擊戰的方針啊 敵進我推 敵住我牢 敵批我打 敵退我追對吧 你沒辦法 我覺得這幾個坦克勾引他很難受 然後他把基地拖到我家裡來採我的礦 我們再把基地搬到下面去 再把基地搬到右上角去 把地圖上所有的礦呢 全部給他守住 然後這個就沒礦採了 你看到沒有 這個上面的礦也是我的 中間的礦也是我的 左下角的礦也是我的 他怎麼辦 他沒有辦法很生氣 直接所有的坦克衝過來打我的牛 打我的牛呢 我們把牛車縮走 然後把大炮呢 直接放到這個山頭上來啊 然後我有飛行兵對吧 直接把大炮放到山頭上 你打的我幾個牛沒關係 我基地多發展快 而且我還有1萬多 沒錢我們就造牛 然後再把礦場放到右上角 這個對手就守不住了對吧 守不住以後呢 這個步行哥 這個接口哥就開始打字了 他說呢 左下角進攻我沒有看到 他說他沒有看到 因為之前呢 我跟他玩過 跟他玩了個鄉村呢 他被我打了個5比0 他一直說你不行 你不行 你分兵不行 發展不行 反正就非常嘴硬的很大 你看剛才被我打死了以後 他說呢 你那個左下角那波分兵 我沒有看到 所以說呢 導致他上一盤輸了對吧 那麼我們就來看第二盤吧 而且這個房主呢 反正他也是起這個房間名 要來一個非常厲害的法國 那我們就跟他再玩講三盤對吧 第二盤的以後呢 我就知道是他了 因為第一盤呢 我當時沒注意 第二盤呢 我就知道是他了對吧 因為我看到那個熟悉的ID 那個不行哥 接口王 我們直接衝過來 第二盤呢 我知道是他了 我就不會跟他慢悠悠 溫水煮青蛙了 第二盤你看 他還是一樣開局 造五個牛 你慢慢造五個牛 我直接造兩三個牛 我就打快攻 你以為我會跟你慢慢玩 你造五個牛對吧 我直接衝過來 賭他的框場 賭掉框場以後呢 再走過來再賭 不要打他的重工 也不要打奇蹟 為什麼呢 因為他造了很多牛 他牛車越多 我只要把他兩個框場一堵 他基本上就廢了 把他兩個框場一堵 他必須還得造兩個框場 這樣的話呢 他就會導致一個問題 牛車特別多 他反正喜歡要錢對吧 我就讓他多造點牛 堵掉兩個框場 他再造兩個框場 他就有十多個牛 有十多個牛有什麼用 這個有錢沒命花呀 他這個發展已經落後了 完全落後 再補兩個框場 基本上就沒得完 我記得上次呢 跟他打那個鄉村的時候 我也是堵了他的框場 堵了他的框場 他就說呢 你就是堵了我的框場才贏的 這一次我又堵了他的框場 不知道他非不非這麼說 你看他又要補框場了對吧 然後我們就開始造基地了 這個時候我們繼續造基地 現在造基地呢 就比較舒服了對吧 因為基地盤呢 我造基地我坦格比較少 這一盤呢 我們就可以光明正大的造基地說 他蜘蛛來了走位啊 這個坦格停在框上面 他就不好鑽 然後我們把基地拖到右上角去發展 他估計又要來打我這個右上角對吧 但是這個時候你們看 這一盤跟第一盤就不一樣了 第一盤呢 我這個基地出的比較慢 這一盤呢你們看 兩三分鐘之內我就三個基地了 你說他還怎麼玩 等一下就可以把地圖上的大炮全部造滿 把大炮造到他家裡去了 所以說法國的精髓呢就是基地車 要泡海對吧 要用泡海把它包圍起來 你看他多少個牛 他現在有十幾二十個牛的 牛車再多沒有用 發展落後基本上玩不了 所以說很多粉絲呢 對這個紅景的遊戲啊 很多粉絲以前我經常打這個一為一啊 很多粉絲啊這對手為什麼不這樣 為什麼不那樣 這個有時候看到一點表面上的那個優勢呢 就覺得他有優勢啊 其實紅景的真正比的是什麼呢 真正比的是發展速度 你就是現在再有錢都沒有用 發展速度一旦落後基本上就無解了 有時候我玩這個法國泡海的時候 很多粉絲也會問這個蘇軍 為什麼不出鐵木呢 為什麼不出核彈呢 為什麼不出基多夫呢 反正有很多為什麼為什麼 十萬個為什麼對吧 所以說呢我就回答你們一點 紅景這個遊戲呢就是比發展速度 發展速度落後 你就算有再多東西都沒有用 打到這裡你們看我現在幾個基地了 我現在已經有五個基地了對吧 然後呢我們再補幾個牛車 再把基地拖到中間去 這個對手呢就沒了對吧 他捨不得投降 我們就慢慢包圍他 然後呢把基地拖到中間來啊 你看他很慌的對吧 到底是打右上角還是打中間 他不打我中間呢 我再把中間站住 就可以延伸到小島去 你看他果真要到中間來啊 到中間來我們先把基地拖上來 不著急 你到中間來我的坦克就往你家裡衝 然後他想搶這邊框 這邊框他搶不到了 他發展落後了呀 我已經提前站住這個位置 然後再走這個地方延伸下來 你去打我的基地呢 沒有電對吧 沒有電賣個礦場 等一下粉絲又看到 哎我這個電這麼吃緊 他為什麼不打電場呢 我這個基地比較多 錢比較多發展很快 打我電場沒用的 打的還沒我照的快 你打我電場呢 我們直接過來對吧 換掉你的基地 然後呢他就沒了對吧 所以說這一盤呢 基本上 基本上就是前面啊 他牛車出多了 就守不住了啊 反正這個對手呢 我以前跟他打過 他就是非常囂張 我記得上次呢 我打了他個5比0 他還說你不行 你太猜了 你分兵不行 發展不行 反正呢 變成方法嘲諷我啊 這個沒有辦法 我們屬於什麼性格呢 越強則強 越弱則弱 你越嘲諷我呢 那麼我們就非逮著他打對吧 以前打過他 然後我們再跟他再玩一盤吧 第三盤呢 你看他還是老灰局 一上來5個牛開局 不管他3去21 先造5個牛 衝攻裡面出5個牛 然後我們又直接坦克殺過來 看他會不會吸取教訓呢 這一盤我又衝過來 我再堵你礦場 等一下你又沒得完了 然後你看他 他造了5個牛坦克明顯少了 我們直接點你的坦克 點你的坦克對吧 點掉你的坦克 然後再點你這個坦克 你怎麼辦 你只能走 走了我就打你的中攻 你過來 過來就點你 你不過來就換你一個中攻 換掉一個中攻以後呢 我們先推到上面來吧 然後打他的地寶 他手裡有地寶的 不要靠近他 等他過來再點 哎 又點死一個 我們看看能不能打下定場 但是我擋個好多殘血啊 先造一個維修場 準備造基地 這一波呢 好像沒打到什麼 就打到一個中攻了 打的一個中攻呢 也還行對吧 可以嘗試的補個基地啊 現在可以補個基地 在這裡擺一個大砲 然後呢 這一盤呢 反正也是最後一盤了對吧 反正我們也就是打個三盤 就差不多了 本來呢 下面的時場就差不多了 一般我的視頻啊 基本上不會超過15分鐘 很多粉絲也經常會問 你這個為什麼時間長了 要分上下級呢 因為這個視頻是這樣啊 短視頻短視頻對吧 時間太長了呢 這個就沒什麼推薦了 但是遇到這個人呢 五松快翼恩仇對吧 他說我不行 我被他說了一下 我記住他幾次了 那麼時間長啊 那就不分上下級了 直接發給大家 搞時間長一點對吧 然後在上面再擺一個大砲 這個時候呢 他已經很光了 你看他發展又落後了 所以說不是牛車造的多 就發展快 有些粉絲呢也會經常說 牛車多啊 牛車多就發展快 這不一定的 這要看什麼呢 要看重攻數量 坦克數量 這是最關鍵的 其實呢 這才是看牛車數量 然後現在我們有基地對吧 我兩個基地 我就明顯比較快 他現在的發展慢了以後 他要打進攻 打進攻了 想打我基地 你上來 我這個山頭上有兩個大砲啊 然後他提前呢 把基地拖到左下角來 我們又拖到左下角來 你看 我還是要搶佔那個路口啊 他發現了對吧 他發現了 要來打我這個基地 那麼好呀 我的坦克直接殺到你家裡去 不要守家 守家就被他牽著鼻子走 我們直接來往他家裡衝就行的呀 等下我衝到他家 等下他又說沒有看到 我們 哎呦他跟我換家了 你看 跟我換家了對吧 這個時候呢 就不要打重攻了 因為他開始造蜘蛛了 我們這個坦克呢 就一定要果斷一點啊 直接換牛 不要想著去打他的建築 就換他的牛 這個坦克被蜘蛛專了 你要控制這個坦克去打 沒時間打對吧 要防守家裡 然後家裡擺一個大砲 擺一個大砲 打我店 賣一個礦場 補個電場 然後我的坦克被蜘蛛專了 再把他激勵幹掉 幹掉激勵以後呢 再去掃他的牛車 就是專門打他的牛車就行了 把他牛車激勵幹 他就算坦克打贏了都沒有用 蜘蛛再多都沒有用 他沒有錢了對吧 我們沒有傷到根本 他沒打到我什麼東西 就打到我一個重攻 一個巨砲 然後這個時候呢 打我的牛車 我這邊還有四五個牛啊 然後把家裡守住 這邊把他的牛車全部掃乾淨 掃乾淨以後呢 他就沒了對吧 沒了以後呢 這個防守他又要找藉口了 我記得以前跟他打鄉村 打五盤 五盤他都要找一次藉口 這一次呢 他被我打輸了 他又說對吧 他說呢 我是來練一下破法國的 你選輸進來試一下幹他 他叫我選輸進跟他打 我心裡想 你連我的法國你都打不贏 你還跟我打輸進 而且呢 也是他自己說的 要來個厲害的法國對吧 然後打完三盤以後呢 我進他的房間 我還是喜歡法國啊 他後面就好像把我貼了對吧 反正他輸了以後呢 不找到自己的問題 就是一直在這裡找藉口 你看 那你的話 你做了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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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看 你做了嗎 還給我 我做了嗎 對 我做了嗎 讓我做了嗎 他沒有